中美俄同巴基斯坦特使 关注亚富汗可能出现人导灾难 以及难民潮 四国特使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宝开会 关注亚富汗银根短缺 经济可能崩溃 正是寻求向合法银行服务松绑 又呼吁塔利班实施温和和审慎的政策 抑制亚富汗尽快回复繁荣稳定 确保女性获得教育等权利 以及防止恐怖分子利用亚富汗向邻国施责 中国派出外交部亚富汗事务特使 岳晓勇与会 中方表示支持一切有利促进亚富汗和平稳定 凝聚各方共识的国际努力 出席会议的代表 在会面期间也和塔利班高层会面